今天来这个舞台他可以穿这一身 他明天去别的企业面试 你穿这一身看看 他肯定进不了富士 就是职场节目怎么着了 就是因为他要给所有大学生做一个着装的标准 我们粉丝的讲这个问题有什么错吗 这跟着装没有关系 你在鼓励所有大学生都穿着超短裙去面试吗 如果今天所有大学生都听了你的 穿着超短裙露的肩膀 他就是没有标准 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 他说一个长发弄着波浪卷怎么了 一位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 上节目求职 却因着装问题 被场上男老板痛骂呵斥 图雷也在一旁帮腔 指责女孩穿着服媚 使得出入职场的女孩 男人委屈累撒现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求职者梁杰23岁学历本科 就读于湖北师范学院 经济学及法学双学位 今天来是想寻求一份管理培训生 或者市场营销相关的工作 明年毕业是吗 对 那在校期间 我看你的经历 简历上写的 在校期间已经 先后在三家旅游相关的公司任职了 对对对 小梁解释到 他在校期间曾干过三份兼职 第一份兼职是在大一下学期 他去学校附近景区 当景区讲解员 干了半年左右 得老板上识 被派去负责整个黄石地区的 高校学生旅游市场 后来他嫌景区工作单一 便在空余时间干起第二份兼职 去另一家旅行社做大学生旅游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因为双方不是 两家不是同行业会有竞争关系吗 不影响 因为一个是景区 一个是旅行社 然后这个 他们都知道 因为算是 上下游的关系 对对对 他们都知道也可以的 第三份工作是在大三 加入业务面更广的 黄石一家旅游公司 后来 他就在这三家公司同时兼职 三份工资加一几 每月能拿到一万五左右 厂商老板听到这儿 可就纳了闷了 这小梁还没毕业 光干兼职 月收入就轻松过万了 有这么好的工作 这么好的收入 干嘛想不开来这里 兼职都挣上万了 那你要专职得挣多少钱 我觉得这最简单的 逻辑思维就是这样了 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这个原来做的 这三份兼职当中 有哪一部分工作内容 或者工作方式 是你觉得不能接受的 导致你想换行业呢 小梁坦言道 他之前做景区区域管理 算是公司管理层 经常会出去 陪客户吃饭喝酒 每次都到夜里 很晚才回家 这对他一个学生而言 不熟悉 也比较难接受 所以他才想着换个更舒心的岗位 理想中的工作状态 就是可以稍微有自己的时间 然后 有 我觉得 比如说有老板愿意带我 愿意学习 因为学习能力还算可以吧 愿意学习 就是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份工作去 优胜教育的陈总听词便发出质疑 在大概来 小梁并没有所说的那么保守 如若小梁真是个细致严谨的人 怎么会穿超短裙来 这种比较严肃的唱歌 不是 单凭着穿一风格 就把求职者一棒子打死 也太草率了吧 当然了 场上也有其他老板觉得此话过重 站出来发声的 幼锐传媒的余总就开口 劝陈总一个当老板的 不要吓唬这个还没毕业的小姑娘 在大概来 小梁还是个学生 没啥社会经验真的没必要 对其要求那么严格 宽容人次一点对大家都好 奈何怎么沉重 就是不听 非得叫这个针 我没有不宽容啊 这是形象价值百万课程的周四敏老师 反复在这个舞台上强调的 小梁解释到他家境不是很好 上大学之后就没再向家里人伸手要过钱 大学期间的学费生活费 都是他自己干兼职赠来的 受到异性骚扰 因为他之前在某平台 发布了求职信息 他填好发出去之后 就经常说到乱七八糟的异性 打来骚扰电话跟短信 说什么就喜欢像他这种 活泼开朗又能说会道的女孩 想花高价钱聘用他 做贴身专用的景区讲解员 可以陪他出去逛逛 然后给他讲解啊 怎么 但是我都没有理 很多吗 这样的骚扰 有好几次吧 你自己认为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你会受到这样的骚扰 我觉得外形有一部分原因 然后可能 外形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困扰 为什么 你自己自己抛弃一下 好家伙 难道这就是受害者有罪论吗 人家小姑娘被骚扰 明明是受害者 你却让人家当众反思 为什么会被异性骚扰 你这怕不是有什么大病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百合网的牧总就对 独累着质问态度表示不满 在他看来 小梁是受害者没有错 若是非要揪出个错误 那只能怪小梁长得太好看了 一个女生长得稍微漂亮点 然后在什么地方露脸 就会有人发这种短信 谁说的 我知道 漂亮女人都会受到这样的费心吗 我知道 那是你发的吧 哦 见场上气氛有些尴尬 小梁只好站出来发声 表示这一切或许是怪他 性格过于随和吧 因为他的人员一向比较好 出去玩很容易跟别人打仗一片 浮能吉他的刘总听到此处 便打断小梁的话质问小梁 能不能分心随和跟随便 因为这两个词虽差一个字 含义却大不相同 随和的人容易跟他人打仗一片 这要是做销售行业 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要是随便的话 那就得另说了 小梁对此回答道 那些工作上堆不掉的饭局酒局 他每次参加都会叫上 朋友或同事一起去 绝不会跟客户单独见面 跟异性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时 也会在第一时间解释清楚 没有给异性做任何暗示 地方的独厉听词便再次发表观点 表示小梁的人品或许没问题 但小梁的穿着一定有问题 今天的这身打扮 其实是很合乎于他 挺美的 但是他的这个发型各方面 让人感觉很妩媚多一点 确实是妩媚多一点 不够大方 不是 独厉这有什么错呢 打扮到妩媚点有什么错 是男人的一些男人有错 他没有错 我插一句啊 我觉得其实刚才大家 我跟你讲 沐妍你就是纯粹在害人 他今天来这个舞台 他可以穿这一身 他明天去别的企业面试 你穿这身看看 他肯定进不了富士 这接下来就变成开头那样 涂磊和陈总一起指责小梁 认为小梁穿超短裙参加面试 不仅是在丢大学生的脸 更是对厂商老板的不尊重 这种人和事 一旦容忍 日后就会有更多人来效仿 为了小梁好 为了日后求职的大学生好 他们今日必须要让小梁整改 当然了 厂商老板又不买账的 伊利诺伊德 史总就认为 这两人思想过于陈旧封建 在大概来 小梁穿着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的年轻姑娘都懂时尚 喜欢穿个小裙子绣绣身材 这并没有什么过分之处 这样打扮 反而显得小梁有情商 有智商 有性商 所以我觉得陈浩 今天就有点太过了 我不觉得你要真做时尚行业 某些行业 你还就得穿得稍微像脚样 本质上这样 如果她的裙子在长脸 穿不露袖的衣服 又怎么着 那些男人还会去找她 对啊 现场上其他老板都纷纷指责 逐渐落置下风的独类 便在此发言 表示她先前忽略了小梁的感受 当众呵斥痛批 确实有点过了 她在此向小梁惩恳道歉 而她之所以会对小梁苛责 真不是对小梁有意见 而是忠言逆耳 真心实意地为小梁好 以前也不认识你 也不想去诋毁你 真的内心是想保护 也许这种保护的方式是错误的 没有注意到你的感受 在这表示向你道歉 但我们真的是不希望 那些坏男人来骚扰 就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见这场风波终于停息 便赶紧去下个环节 让场上老板向小梁提问 职场专业相关的问题 小梁的弹度表现 也出乎众位老板意料 其实在刚才那一番的 狂轰滥炸之下 能够感受到她心里 强大的压力 她只是默默地在流泪 但是当老板问她 职场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她能够迅速地转翻频道 用一个相对平和的方式来沟通 烫压能力非常的不错 就后来吧 场上12位老板 有9位给小梁留灯 表示他们欣赏小梁的才能 愿意给小梁提供优质岗位 而这其中最离谱就是 最开始打击小梁的陈总 居然也为小梁留了灯 我的老板说你第二轮都过不去 她自己还给你留灯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真的互相矛盾 没关系 她也给我是好的建议 我接受 谢谢 这格局这气度 说是站在大气层也不为过 略显尴尬的陈总联邦表示 她之所以会给小梁留灯 提供岗位 是想向小梁道歉并提供补偿 要知道 他们集体管培商的岗位 这个一般只发给硕士 或者211985 我愿意给你最好的培训 多好 参考 为超高长 最终小梁没有成沉重的情 而是选择去条件 更为优质的五八同城 担任销售团队的管理培训生 愿意心思签加提成 工作程式随便选 每月还有午餐补贴 好啦 废话不多说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啦